目前大概有分成三種 一種就是正前方 一種是前外側 一種是後外側進入 那這三種方法 當然就正前方是最近比較流行的 各有它的有缺點 比如說正前方的手術 它是手術完以後比較不容易脫臼 這是它的強項 但是它對於肥胖的病人 或是說它髋關節是比較屬於發育不良的病人 或是它骨質是比較疏鬆的患者 它都不是很適合 前外側進去的話 缺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切到一部分的肌肉 會讓你疏後走路有一點輕微的薄形 後外側進去的話 它的好處是說手術的素也可以比較好 它的術後的薄形的狀況也比較少 但是後外側的缺點是說 它手術完它需要一段時間的恢復期 讓關節囊長好 那如果這個在恢復的過程中 它關節囊還沒有長好 它產生脫臼就會變成習慣性脫臼 就是說以人工關節的自患來講的話 那當然最近比較流行的也是有所謂的機器手臂輔助的一個導航手術 對於一些比較特別的病例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 它是限天性的礦礦節發育不良 或是說它本身是骨頭變形的很厲害 這個時候機器手臂或是電腦導航 它可以讓我們的礦礦節的位置放得更精準 或是長短腳調控得更好 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有經驗的醫師來講 當然這個差距有限 但是臨床上會覺得說患者的一些保冤 或是術後的一些不理想的狀況 那感覺上礦關節比膝關節更有需要做一些電腦輔助 或是機器手臂的導航 那這個時候是有一些幫忙 剛才開始提供了 摘澆 セプトー 冷漠 摘澆 是 掛 冷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